一个女孩 她跟一个男孩谈恋爱 两个人就可以去旅行 甚至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 对吧 我说但是她有没有想到 那是个体力远远超过她的一个男人 对吧 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说 我们比如说反过来像我这种 多疑性 我像您一样极其强烈不阳性感 就是说如果我找这女的是一个 随时一举手就可以治我命的 这么一人 我天天跟她住在一起 或者我跟她俩人就出去蜜月旅行 哪怕当时我们非常相爱 你知道吗 是不是我这人有点会阴呢 我都觉得有点 那是你的问题 万一就说人会变呢 旅途当中 就是说他会暴露出他另一面呢 坑气一下就弄死我了 我特别赞同你说这个 原来有一句话就是说 我只管你现在和未来 我不管你的过去 就是其中有一个电影演的 这个男女的关系 我后来就讲 我说他这种女性真的是无知无畏 为什么呢 因为职业杀手可以今天晚上跟你睡觉 第二天早上走之前就把你干掉了 他绝对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所以有很多女的就是 看那个电影觉得很浪漫 我只管你的未来 不管你的过去 那你保不起 但是他碰上职业杀手的机会是很少的 对 但是你要碰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就很可怕 这是极端 但我觉得女的有一种弱者的武器 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一种武器 就是他会把这些暴行自我合理化 你比如说他跟这男人可能喝醉发生关系 他第二天起来觉得非常恶心 非常后悔 非常难堪 但他就会自我合理化 他说那我 我可能还是喜欢他的 或者是就是我们之间一定是有比这一次糟糕的 吸引更长久的关系 然后就发展成更长期的 更持久的糟糕的关系 并且被男生拿这个为把柄要挟 就被职业杀手杀掉 我觉得是极端的 但是我觉得女生的这种被施暴之后 他自我合理化这种关系 他觉得可能我是喜欢他的 并且把他变成长期关系 这种在我身边特别普遍 而且我觉得特别糟糕 所以你看我有数字为证 马爷您看看这个 就是联合国数据 2017年全球大约8.7万名女性被杀 你看超过一半的女性 是被亲密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 60%多 超过一半 也就是说杀你的不仅是职业杀手 就是跟你好的人 这玩意想起来不寒而栗 他这里被亲密伴侣所杀 是因为他的矛盾是最容易集中 夫妻之间是最容易集中社会矛盾的 夫妻你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的 我不认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因为爱情结婚 大量的是因为社会条件结婚 你到上海的公园里去看 拿那条字的全是条件 那没有说 我说我这有一女儿嫁不出去了 你那有一个儿子娶不着媳妇 咱俩拿一条件 说条件是什么 爱情 爱情有这个吗 那肯定是房子 什么各种工资 全是这种事 大量是条件 甚至是无奈 就是关于这个杀人案件 过去古代就有一句话叫十件人命九件间 也就是说很多都和那个就是男女之间 就是一些情有关 这就是他熟人之间发生案件 我最早他这刚我看这数据合起来还不到60 最早我看加拿大有一个数据就66% 那么我们基本也在60%上下 也就是说这个杀人案件当中熟人比较多 当然他这个不一定都是性的关系 比如合伙做生意 因为我认识你 我想把你钱瞇了 也是熟人杀人 所以熟人杀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在这个当中 就是其中就是男女之间有性关系的 他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所以最早的真正就是家庭暴力 要不要干预 最早真正涉及的不是一个家庭 就是男女的那个性伴侣 性伴侣当时英国的一个女孩 他想摆脱这个男的 这男的死缠乱打 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报警 他妈妈也干预 都没制止住 最后把这女的给杀了 所以呢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家庭当中这种暴力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说零容忍 就是因为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而是得寸进去